虽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只有一桥之隔 但食物上的味道和烹调方式 其实还是吃得出有不一样的 今天呢 我就要来带大家在新加坡寻寻觅觅 我记忆一种马来西亚食物的味道 第一间要介绍的是位于 China Street的民俗辣椒板面 这一间辣椒板面呢 让我完美地想起了KL的建计辣椒板面 超怀念的啦 想要空隧到流了 菜单上除了招牌的辣椒板面之外呢 还有其他面食的选择 我是有尝试过其他几样啦 但是还是觉得 还是辣椒板面比较好啦 美女的背面呢 也有很多的小吃类的选择 我是有试过他们的炸鱼吞 我是个人还蛮喜欢的 辣椒呢 是可以依据个人可以吃辣的程度来添加的 那么我本身呢 我是会破气的加两大匙 因为我自己蛮享受那个辣辣的感觉的 如果不太能吃辣的朋友呢 我建议你们就是循序渐进的 从半汤吃开始 加完辣椒锅后呢 当然就是要将里面的半身手蛋啊 还有辣椒啊 还有所有的配料呢 均匀的搅拌在一起 你们可以发现这个面的分量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是小鸟味的朋友的话 我相信你应该是可以跟朋友 share一份吃都没有问题 推荐指数我给四颗星 因为它分量很大 而且CP值很高 价钱也很合理 接近我怀念中一个建计辣椒板面的指数呢 我也给四颗星 因为很少真的很难在新加坡找到一个辣椒板面 或者是板面 限制是面粉糕 它是没有加那个炒香菇酱料的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毁掉我怀念的那个味道的一大败笔 所以这个呢 相对没有加是非常加分 不同点是这个会比建计辣椒板面再更大分一点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间是位于 Clemente的Island Binet Kitchen 顾名思义呢 这一间餐厅里面的料理呢 都让我联想到了 冰城的街边美食 有冰城炒果条啦 有Chandle啦 有各类竹炒类的品项 也是有很多种选择 所以这就跟 我觉得跟在冰城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随手走两步 就会有一档好吃的东西 但他都把那些美食都集结在了这一间餐厅里面 我特别钟爱他们家的虾酱鸡 外面呢 炸得非常的酥脆 然后虾酱的味道真的有腌入了 这个鸡翅膀里面 我给这家餐厅的推荐指数是四颗星 因为这一间餐厅里面 它的那个 menu上面的菜单真的非常非常多圈 而且价钱呢 又是很合理的 在接近指数方面呢 我给两颗星 以好吃来说它绝对是可以满足你的食欲 但是以接近程度来说的话呢 可能就真的还是要去到冰城吃才会有那个感觉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家CurryPuff呢 它们没有实体店 因为这是一个住家式的CurryPuff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浏览他们家的网站 然后跟他们桌线上预订 他们家的CurryPuff呢 是属于那种皮包 然后里面的内馅是CurryPotato CurryPotato就炒得很香 然后还有再塞了大概四分之一的那个鸡蛋 外面的皮薄薄的可是很脆 你可以感觉到它们很用心在准备这个CurryPuff 这个CurryPuff我真的大推 我真的是一个order十个下来我可以一次就吃掉三四个 但是介于它的接近指数呢 可能它就跟比较马来式的CurryPuff有一些差别 我觉得它是介于新加坡O Chunky那种比较大的 里面有很多鸡蛋的和马来式这种小个的之间的这个CurryPuff 我其中非常想念的一道马来西亚美食 就是SS15的印度式Roja 在新加坡呢也有一间非常好吃的印度式Roja 叫做El Mabut Roja 这间餐厅位于Tampines 这里的Roja很好吃的原因是呢 因为它的用料非常的新鲜 再加上它的沾酱呢也非常的爽口 所以可能一开始看到红红的会觉得有点可怕 我觉得就是不要把酱淋上去 你就不会看到一片红红红线红色就不会这么可怕 其实味道吃起来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想要有点辣的话 你也可以在呃就是直接吃它的辣椒 就会给这个Roja有另外一种层次的感觉 虽然跟SS15那个永远很忙碌的路边 它相较起来呢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规格 但这里呢也是绝对是非常值得去一试的印度Roja 由于疫情的关系 已经一年多没有回马来西亚了 真的非常想念马来西亚的食物 你还有什么好吃的 充满马来西亚风味的美食要介绍给我吗 有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记得订阅分享及按赞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